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5月11日 星期三 今节由我许探长 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年轻干探大妈sir 马来根 各位各位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 《沙烂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要讲一宗案件 很多网民见到这宗案发生的内容之后 留言我看到大量都有个J字 就说要这些事主要切JJ 香港好像暂时没有这个法律 没有这样切JJ 先回来讲一下 发生在恒大的学生宿舍 因为他们这个学生宿舍 都属于叫做比较新 没有像Kong Yu 或者中大 历史悠久 不管怎样也好 如果有坏人 有坏事发生 都没有说新定旧 这个宿舍里面就发生了怀疑老强的事件 话说一个男的一年级大学生 只有18岁 就教疏一个同学 21岁的 也是恒大的一年级生 而另一个姓朱的 21岁 保险经纪 这两个21岁的朋友 就怀疑受到18岁姓陈的一年级生 就教疏了 就在宿舍里面 某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协助老强了一个女事主 给了一个英文代号 就是X 所以这两个21岁的 就是被控在那天同一个地点 就发生了老强 而据称这个18岁大学一年级生 姓陈的这个 同这两个21岁的 是朋友 而案发的时候 这四个人 就是三男一女 都是有喝酒的 有些人可能会说得不太好听 就说女的跟着男生去到男生宿舍 喝酒 都不方是好人 那我们先记住 你说是有规矩 女生或者不在那里住的 就不应该这样进去 他们可能是犯了规 但是如果就算喝酒的话 或者在里面什么都好 都是不容许这些违法行为的 大马上 没错 希望大家对那个女事主 就叫公平一点点 本来真的挺恐怖 18岁的大学生 做了这些事情 就要教唆两个朋友 虽然说什么酒能乱性 还是怎样 不过这些 我觉得就不成为这个特别的理由 那我们看一看 他们宿舍的环境大概是怎样 好吗 四人房大致上就是这样的 其实是一种绿架床的设计 睡觉就在上面 下面就给你用来做功课 或者摆你的杂物等等 不知道大马上有没有住过或者睡过类似的地方 发觉你会尽量把东西都放在你自己的床上 没有什么事你是不会爬下来的 好 都合理的 是的 什么水啊 充电器啊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 甚至零食都放在上面 因为爬上爬下都挺麻烦和挺辛苦的 还有可能地上 吵了吵了 或者地上比较脏一点 如果大家不太乖的话 或者不太合作 其实就都各自为证比较多了 带了别人去房间 搞了这些东西 我觉得相当震撼了 没想过一个学生宿舍 搞成这样的 因为回看那里的现场环境 我们见过房间就好像一般 但其实整个宿舍 整体来说在沙田那里 衣衫而建 环境也挺漂亮的 发生了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现在三个男的疑犯 都是在还压着的 这三个人真是识胆包天 不清楚一名经纪 是不是之前都去过那个地方 竟然这么大胆走进去 你没有跟我说 我打算推卖那个女的 买不买保险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说话 推卖保险不是推卖到这样 好了我们说回 其实18岁的大学生 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出来 或者这么得人害怕 会去教唆两个人 对于这个女事主 作出一个这么严重的伤害 不单止身体 心灵方面 都会受到 可能这一世 都未必放得低 或者是释坏 我们这次想说重点 这帮人或这些年轻人 会不会看得多的日本AV多呢 也有可能的 这段时间都血气放肛了 而且很容易得到这方面的资源 网上很多 没错 大家除了卡通片 朋友仔 一般市民基本上 都是日本的动画为首选 我想这方面甜片 都是日本主流 在香港来说 是真BC的 他就不是这么喜欢看日本 听他这么说 是 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 这帮年轻人看得多 我们在想一件事 他们是否模仿了 里面某一种类似的情节 我们记得了一件事 你带这个女事主 来到你们宿舍 有闭路电视 而且大马sir 一听到 做出这么严重的事情 一定会什么呢 可以逮捕 一定会报警 没理由不报警 然后看到有些罪案 其实在过去来说 日本也出现过类似的 就是说模仿犯 是模仿这些AV的情节 还有为什么你这么大胆 原来有一类型的片 都是类似的情节 在一个女性不愿意的情况下 被迫和男性这样 去到原事之前 那男性 是的 现实之中有些天方夜谈 所以这些年轻人是不是看得太多 看得上了脑 以为这些情节或者是女性 可能以为是这样的情况下 就范就不会揭发他们 也会啞隐了 年轻人或者日本当时也有些人类似 以为这样是可以过到骨 之所以在后来日本的电影 还说会在那个盒具封面 你说网上找到 他就看不到这个警告字眼 但是片商方面都尽了他们的责任 会加了一个标注在这里 本作品是虚构的内有犯罪行为的演出桥段 实际上做出这些行为 将会负责你要有这些法律责任 请绝对不要模仿 据说有一些这类的日本甜片 一开始的时候原来有类似的标语 可能是黑底白字的定住在这里 让大家先看到 可能那些大学生 或者香港的大学生严格来说 他们会不会说那些不懂日文 这样来允许都可以 但其实应该都知道这些犯罪事不可以做 没错 就是这些基本上的人性 还有那个叫法律知识来的 希望那些人又不要说 哦 是不是黄学生 不要这样想 不关系的 是的 我觉得不会关系的 会不会有些人看得太多这些 将这些桥段当作是真 或者叫做尝试 或者挑战一下自己 会不会改一点 能够可以照样跟着他这样做呢 都会有机会的 但是很天真 但是这些人 如果你有一些社会经验 就知道完全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一定会告发你 而且犯罪行为 是的 也很严重的 就是刚才大马sir提到两个字 也是很关键的 就是叫做天真 就是18岁 就是还是住了科 读书 或者可能拍拖 这样做兼职 所以香港的大学生有五件事要做 要讲一下 住科 拍拖 读书 part time 和上庄 有些人就说要做齐这五件 才算一个叫圆满的大学生 那看看你是否叫做真的要住科 如果你说你住在沙田 那你还用什么在沙田里住科 那你说不是 因为要近一些和快一些 和方便同学们一起谈东西 做事 那你说住科都可以 不过又很便宜 不过你抽不抽到 也是另一回事 那这些天真的小孩 其实他们玩到这么大 我们不知道内情 究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恩怨 还是会不会说走后乱性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他们到时在法庭会说出来 那淡马sir 原来日本那方面 都其实叫做越来越收得紧 有些类似的法例还说 可能有一些题材是不能够叫做拍的 例如和犯罪有关的题材 是否叫做检查官 就是一个女性 就成为了一个女特务 然后被人捉了 那些都不让拍的 有些苛刻 我认为 现在说的是类似这些 如果你一看检查官 都知道是假的 是吧 哪有特务那么流 服装穿成这样的搜查官 等着被人搜查 就是不想说 那些罪犯 将检查官 简称应该叫警察 或者叫特务也好 这些女特务 不用几分钟 就被人一网成禽 只有一个 捉住了 又租责她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是希望这类型的片 可能未必会有 就是和犯罪有关 就不行 或者一些很硬来的剧情 都说可能要不让 或者那些什么 在电车上有些类似的犯罪行为 都说有机会想不让 网络上在吵 就说 哇 这就变成了教育电视 都未知去到教育电视 如果你这样不让 很多不能拍 起码都 我想有 如果你不说涉及犯罪 全部是你情我缘的情况之下 我想有一半以上 是没有了的 好的 这个新闻其实最新 刚刚没有几多日前 4月30日 他们有关于这个行业的演出对策委员会 都有这样的声明 有10行 希望不可以拍 有机会都可以再分析一下 其实是不是对懂得日文的观众 甚至乎日本人来说 都是不是有这个叫潜在的社会风险呢 如果去到香港 如果那些大学生 劝气方刚看得多这些 做出这些行为 甚至乎你叫人去这样做 你会不会怪别人 每个人都叫要切JJ 我们提到切JJ这个问题 其实之前 港大都发生过类似的 这类型的欺凌问题 大概2017年的4月左右 他们的宿舍和他们里面 都发现过类似用这些形式来欺凌 包括甚至乎 学了日本的电影 还用那些蜜来滴JJ 那用那些蜜来滴他 其实大马上应该都知道 用那些是叫低温蜜 是 是 是 不会说很辣的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 正常那些 Happy Birthday的蜜烛 蛋糕那些蜜烛 你玩 那麽糟 所以那个惨的 哎呀哎呀 会不会起水泡的 相信会了 是 另外也有同学 甚至乎拔出他的生殖器出来 拍打一个同学的后老 还拍了影片 女还是男 男 全部都是男 那也好些 好些也不妙了 很惨 玩到够 是啊 我看到有些媒体写着鞭打 哇 这位同学的长度 等着一条鞭那么长 那所以 就算有律师都说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男的也好 男的也好 都已经构成了 可以叫做属于非礼的行为 那当时候 港大来说 都觉得很震撼 有一些专家都说 社会出现一种 copycat的现象 说学生模仿类似这些敌立的行为 来欺凌同学 很明显是源于模仿这些AV 说他们可能看得太多了 所以才有这样的行为做出来 似乎大学生 或者再早的大学生之前 他们已经接触到成人电影 其实也挺难搞的 是难搞的 不如说到你都18岁 都属于成年人 应该都知道 哪些事情不能做 哪些事情可以做 或者校方 都真的要给多些些警告 这班人 就是叫他们 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或者年轻人 性教育方面 我想真的要给多些些 其实香港的大学方面 对于性教育方面 真的都挺落后下的 如果以我的印象来看 现在就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 他们说 拿那个男性的 他自己说是鞭 不停打人后脑的时候 我还记得 其他影片 人都看得很开心 哈哈哈哈 在笑 有个人还说 很靠叉爽啊 这样 这种 换转是你 换转是鞭打的是你 你就不爽了 对啊 还用了一整天 看见这条影片 都不得了 很快被人放上网 都知道涉事的是 港大的李国研堂 究竟是怎么样呢 当时学生的 住科的原理 很快已经被叫做暂停了 都很多的 那些小伙子 对于这些 很犯禁的 营生活动 像刚才大马商 会不会和营生活动 有关呢 欺凌的事情 是无分 究竟是否营生 还是否营生 总之 玩到瘋起来 就会这样做 大马商 你最近试过 这样整股人 去到极限是怎么样 都是在食物放些材料 不会令到他肚子 的程度之下 当然 大马商 比较乖 我记得最经典 以前也是试过在旅游巴的时候 就是大家坐巴士 旅游巴去 不知哪里去旅行 有几班不同的人 都混在一辆车上 其中一个 同学方面 都不太看得他顺眼的 夹着一起坐 在那里坐的时候 撕他 玩他 后来连他的褲子都脱了 这么厉害? 不过就没有推他出来 然后到处走 他自己就 没有裤子穿 有条底褲子 坐在那里 跟那些同学一起坐 然后在车上就给他 OK 都去得很尽 起码都没有拍片 还有没有推他出去游街示众 其他同学都没有走过去看 哇 正啊正啊 没有穿褲 这件事 以前 这个不是读书的时候 这个已经出来工作了 我们有很多人喜欢游泳 有些人觉得 民风还是很朴素 我们游泳的地方 在大马 你敢不敢穿着泳裤 从这里走到你家 我们请你吃一餐 那些人真的是这样 穿着 在游泳池走出来 穿着一条泳裤 三角骨 三角骨 就这样走回去 差不多有四五公里 夜来 因为那时候也是 是下班时份 差不多六点 这么多人啊 看着他走回去 但如果你问起他 他也可以解释 我不记得 衣服 或者留在哪里 他也可以解释 我稍后去游泳 我不是穿着席裤 被鳄鱼担了 被野兽担了 也可以 是 也可以在那里 之所以 女性方面 也要小心 不要乱跟朋友去哪里喝酒 都是那句 大马叔说的 酒能乱性 不知道那些人 瘋起上来 或者平时没什么的 狼心一起 或者突然间 他将这些AV 和现实的情况 分不开的话 可能就快了 可能会拘捕他 去坐牢 老实说 好像这件事来说 就算这三只 色狼 到最后要坐牢 就算他们坐十年八年 也好 什么都好 就是彌补不了 这个女侍主 身心所受的创伤 就算她坐足一世 靠叉一万次 都真的彌补不了 这个伤痛就在 所以女性要好好保护自己 男性方面也不要乱来 不如我们这次先说到这个 大马叔 好 多谢大马叔 拜拜